巴基斯坦公布被炸现场图 环球网综合报道 当地时间30.30分 北京时间60 应空军出动12架换应2000多功能兼击机队 巴控克什米尔地区武装分子实施空袭行动 印度亚洲国际新闻通讯社 26日称 战机投放了数枚单众一堆的制导炸弹 巴基斯坦外交部对此回应称 巴基斯坦武装力量已经做好反击任何侵略的准备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 2月26日报道 巴基斯坦GNO TV援引库雷西的话报道 我们的人民不必担心印度的行动 因为我国的武装力量 已经做好反击任何军事盲动的充分准备 巴基斯坦知道如何保护自己 库雷西称 巴基斯坦是一个负责任的国家 因此会负责任的 瑞治的和克治的形式 我们是一个爱好和平的民族 我们也在打击恐怖主义的斗争中 成功的取得了进步 穆罕默德军团伙训练营的被完全摧毁 报道没有透露投弹点 位于克什米尔八方一侧还是一方一侧 此前 印度外交部第一副部长 顾凯杰 26日表示 印度特攻击官收到可靠情报 正是伊斯兰教团伙穆罕默德军 自杀式恐怖分子 已经做好再次攻击印度的准备 从而使对恐怖分子 在巴基斯坦境内的训练营 发起先敌打击变得完全必要 第五个南京大屠杀死耐着国家攻击日刚刚过去 外国人眼中的南京大屠杀 再次受到关注 除了凭借拉贝日记 而让人们熟知的约翰拉贝 还有一位先为人知的英雄 他帮拉贝同占领南京的日金周旋 他的罗森报告 向世界揭露了日金暴行 他就是德国驻华大使馆 南京办事处政务秘书乔治罗森 帮助建南京安全区 1945年9月11日 一个名叫罗森的德国人写信给中国驻美大使 提供有关日军南京大屠杀的线索 他在信中写道 写此信的目的是希望中国政府能注意到 在德国驻华大使馆和领事馆发现的关于日本侵华的丰富材料 有许多从1937年11月到1938年6月期间 我在南京写的报告 这些罗森给德国外交部的报告 简称罗森报告 后来成了揭露日军南京大屠杀的重要资料 罗森报告 从日本盟国驻日德两国于1936年11月签署 《反共产国际协定》一名外交官的角度 既在了日军对南京的血腥图成 1937年11月底 侵华日军逼近南京 德国驻华大使奥斯卡陶德曼 于11月25日离开南京前往汉口 临行前 他委托政务秘书罗森 组建留守班子 陶德曼不愿人和国内那些纳粹新贵 他没有命令罗森同日军合作 这位南京大屠杀期间 罗森同残暴的日军抗争 以及如实记录日军暴行创造了条件 罗森十年42岁 出身德国政治世家 1921年 他进入德国外交部任职 1933年 希赫勒上台 具有犹太血统的罗森 被打发到中国 就这样 四年后 政治流放者 罗森见证了日军的中世纪事暴行 在日军逼近南京之际 他帮助德国商人拉贝等人 组建起保护中国平民的南京安全区 他把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秘书长张群 提供给德国大使馆的官邸 交给拉贝 作为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总部办公场所 日军攻入南京城前夕 以罗森为首的德国大使馆 留守小组 受邀登上南京附近长江上的英国轮船 12月13日 南京沦陷 丧心病狂的日军展开长达六州的血腥大屠杀 在大屠杀初期 德国外交官罗森等人 在英国轮船上亲眼目睹了日军滥杀中国人 12月24日 罗森在发给德国外交部的报告中称 经过下官时 他们看到很多堆尸体 尸体穿的都是平民服装 在另一份报告中 罗森披露了日军对八卦州中国军人的大屠杀 他在英国军舰密封号上避难期间 日本海军少将近藤 来找英国海军将军霍尔特 声称要清除掉南京下游小岛八卦州上的三万中国军人 所谓清除其实就是杀害毫无防卫能力的人 日军除了用机枪杀害中国人外 还有许多其他特殊杀人方式 比如用汽油把人烧死 罗森提出的返回南京 请求遭到日本方面拒绝 不得已 他只能先去上海 1938年1月 罗森等人终于返回南京 从杀人犯们的斗争 罗森返回南京后大屠杀仍在进行 他立即揭露日军暴行 回击日军所谓的秋毫无法宣传 他在1月15日 发回德国国内的报告中说 日军放的大火在日军占领一个多月后还在燃烧 凌辱和强奸妇女与幼女的行为仍在继续 日军在南京的所作所为 为自己树立了耻辱的纪念碑 这些妇女身心受到严重损伤 他们先遭到轮奸 然后不是被刺刀杀害 就是被其他物件打伤 罗森告诉德国外交部 日军每晚都冲进设在精灵大学内的难民营 日军不是把妇女拖走强奸 就是当着家属的面当场施暴 他还发现 日军常在池塘里处死中国人或抛尸水塘 造成南京众多水塘被尸体污染 而南京穷人依靠这些水塘的水生活 有一次 罗森又和拉贝一道乘坐拉贝的汽车离开大使馆 日军本乡少佐严厉警告拉贝 并让他转告罗森 不要再在没有日军宪兵跟随的情况下外出 日军不想让罗森等人知道南京大屠杀的规模 免得在国际上对日本造成不利影响 杀人 强奸 抢劫 放火 日军无恶不作 尤其是日军的变态行为折磨着罗森 出于人类的良知 罗森向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馆 发出强烈抗议 随后他又多次在日本外交官面前提起日军暴行 要求日本官方约束自己的士兵 不料招致日本方面怨恨 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馆官员福田赌泰 反而质问沙尔森贝格德国驻华大使馆南京败事处行政主管美国人和英国人对日本有敌对情绪这点我知道但为何连德国人也这样呢 愤怒的罗森告诉拉贝和沙尔森贝格 同德国驻上海总领事 菲什尔在上海对待松井 指日军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的态度一样 我也不打算和这些杀人犯坐在一起 考虑到日德同盟关系 日本方面极力拉拢罗森 日本军方和总领事馆多次安排宴会款待他 企图获得他的好感 进而在南京实现日德亲善合作 但他一直坚持要求日军停止暴行 日本人将软硬不吃的罗森贴上反日派标签 罗森也毫不示弱 他在2月10日的报告中 希望德国元首希特勒能观看美国传教士约翰·马吉冒着生命 危险拍摄下的日军屠杀中国人的纪录片 遭纳粹清洗 尽管罗森等德国外交官在南京极力抗议日军暴行 但德国国内政局却在偏着导向日本的方向发展 1938年1月27日 对华友好的德国国防部长维尔纳冯伯洛姆保元帅下台 另一位亲华人士康斯坦丁冯牛赖特 也于2月4日辞去外交部长职务 狂热的纳粹分子 约阿西姆冯里宾特洛夫 出任德国外交部长 他反对外交部之前的亲华政策 2月21日 他训事德国驻华外交官 德国将承认为晚舟国 不久 同行中国抗战的陶德曼大使被召回德国 拉贝回国后写信给希特勒 希望希特勒能劝说日本人停止任何不人道的暴力行径 也论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制作者 ・刘大使和声 就行中国人停止任何不人道的暴力行徒 宣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